有錢人享受生活 沒錢人應付生活 這裡是以前的事 能以了解有關錢的事 貓咪是人類最早訓養的動物之一 早在九千年前 近東文明地區的人類 就已開始帶著野貓旅行 牠可以表現得很獨立 很懶惰 很撒嬌 做了壞事也能萌得讓你不要不要的 牠是我們的心靈伴侶 也是位特別的家人 以前的事 今天與你一起來看 世界上最貴的10種貓咪 究竟有哪些貓皇 站在金字塔頂端 用可愛征服全人類呢 讓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第10名 British Shorthair 英國短毛貓 身價1475美金 英國短毛貓 不名思義故鄉來自英國 有著英國藍的稱號 牠毛短 四肢短 耳朵也短 圓滾滾的體型 活像個小精靈 英國短毛貓 是人類的好夥伴 各行溫順田徑 非常黏人 極容易相處 平常可能就懶懶老實趴在地上 餵食物給牠也不太挑食 是咬貓新手 最推薦的貓咪之一 第9名 Scottish Ford 蘇格蘭哲爾貓 身價2623美金 蘇格蘭哲爾貓的外觀 可愛迷人 性格甜蜜 願意與四族嬉戚玩樂 如同一般貓咪 撒嬌可是牠的拿手本領 而哲爾這種突變基因 同樣會讓貓咪患上遺傳性骨骼疾病 一旦發病必須終身吃藥 並且情況只會越來越惡化 為了避免貓咪受到病痛的困擾 很多人都不贊同 繁育折爾貓 因為這種遺傳疾病 是會帶給下一代的 無法根治 第8名 Sphinx 斯芬克斯貓 身價2951美金 斯芬克斯貓 又稱加拿大無毛貓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 羅倫多市 養貓愛好者 在1966年 從一窩無毛的幼貓中 經過近親繁殖 特別對為貓毛過敏的愛貓者 培育成的基因突變貓咪 因為無毛 對外界溫度調節能力差 既怕冷又怕熱 與其他貓咪不同的是 斯芬克斯貓能出汗 適合在公寓有空調的地方飼養 他性格活潑 貪玩 獨立 能與其他的狗貓和平相處 比起名 Russian Blue 俄羅斯藍貓 身價3279美金 俄羅斯藍貓 有著一把貓咪沒有的灰藍色毛皮 是貓咪中的貴族 因為是貴族 所以俄羅斯藍貓對食物極其講究 脂肪太多的不要 過嫌的食物不要 不能只吃肉 最好還有餐後水果蔬菜一起來 當然 肉最好吃牛肉口味的 因為是貴族 對待俄羅斯藍貓不能夠太親近 也不能夠太疏遠他 所有貓咪的任性他都有 只有他叫奴才過來時 你才能過來摸摸 給你一點賞賜 也因為如此貴族特性 令他在貓咪中獨樹一格 深受人們追捧 比德圖貓是一種帶有東方優美氣質的貓 身上有少許細毛 摸起來像摸桃子 於1994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誕生 以攻得唐斯芬克斯與母的世界冠軍 鮮羅貓交配成功 經TICA和CFA承認 是世界上的三大無毛貓種之一 彼得圖貓非常黏人 牠們喜歡戴在人們的腿上 愛玩耍是牠們的天性 牠們很容易與其他貓咪 狗狗和孩子們打成一片 並會選擇一位家庭成員 作為牠們的最愛 對牠們忠誠 第五名 Persion Cat 波斯貓 身價5902美金 波斯貓是最古老的貓種之一 起源於波斯 16世紀首次出現在英國 雪白蓬鬆的長矛被視為高貴的象徵 在歐洲一出現便很受歡迎 經過不斷地配種於百年來的演化 波斯貓變成現在較矮短的腿 和寬扁的頭及臉部無關 牠少動耗盡 天生一副傲娇感 廣為人知的卡通加肥貓 也是波斯貓的分支哦 第四名 Bingo 孟加拉豹貓 身價14755美金 孟加拉豹貓是一種很獨特的貓種 牠的祖先是亞洲豹文貓 和埃及家貓的昏種貓 有著金色、雪色和銀色三種毛色品種 是行走在家裡的LV 孟加拉豹貓具有超高的智商 以及熱情的天性 是天生的狩獵高手 對所有事物和陌生的環境 都充滿如探險家的熱情 因此 在亞洲地球人己的環境 可能不適合牠 愛玩的天性會把附近小動物都玩遍好幾輪 國外有大庭院的住家 才是適合孟加拉豹貓的地方 第三名 Savena熱帶草原貓 身價49,185美金 熱帶草原貓是非洲山貓的後代 承接著腹系的血統 全身均有亮麗的斑紋 而皮毛就仿如皮草般柔軟 牠們的四肢肌肉發達 再加上其流線外型 全身散發著野性的味道 熱帶草原貓很喜歡玩水 有多甚至懂得游泳 但是潛藏在身上的DNA野心 卻是飼養最大的難題 偶爾牠會在夜晚嚎叫 偶爾咬人且難控制力道 附近有小動物 隔天就會看到排排站的屍體在輪圖 不適合飼養在有老人與小孩的家中 需要有盡力充沛與耐心的主人陪伴一起成長 第二名 埃雪爾阿蛇拉貓 身價98,370美金 埃雪爾是英國寵物商西蒙·布羅迪 2007年培育出的一種全新貓咪品種 誕生於它在美國的實驗室 是它與數名遺傳學者的心血脂巾 埃雪爾比一般家貓大兩倍以上 占地池身高可達1.2公尺 是比佛利山莊富豪們專心恐怖想要飼養的家寵 別看它外表如鮑魚般兇悍 實際上個性溫馴 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寵物以及小孩和睦相處 更可貴的是 居然能像狗一樣用繩紙牽著出門散步 它的身價堪比一台C300 你能想像一台雙臂在家裡跳上跳下嗎? 第一名 Your cat 你家的貓 身價 不管貓咪或者是狗狗 都是我們的朋友 也是家人 而家人的價值是無法取代的 你或許可以花一千萬買台跑車 但是卻無法花一千萬 買到個性一模一樣的貓咪 每隻貓咪都是獨一無二的 因此 以前的市認為 第一名為 你家的貓 你家裡有養寵物嗎? 有沒有整天呼呼大睡 或者咬壞沙發 讓你恨得牙癢癢的 還是在你生氣難過時 都陪伴在你身邊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在這裡呼籲請你任養代替購買 每個寵物都是生命 好好的善待我們像家人的寵物吧 你的支持是我製作影片的動力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 請按個喜歡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有關錢的事 以前的事 我們下期再會